北京冬奧會將從2月4號開始舉行 姚偉東將母親薛依賢的工作日誌整理成書 並定名為《中國毒品》 並準備在近期出版 使用興奮劑在整個中國體育界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只不過就是說你外人進入的話 人家都沉默不說話了 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中國運動員 在國際賽事中被查出使用興奮劑而受到處罰 薛英賢曾向媒體表示 1980、90年代 超過1萬名的中國國家隊運動員 被系統性的強制使用興奮劑 他們所贏得的每一枚金銀銅獎牌 都被興奮劑玷污 作為運動醫學專家 薛英賢深知興奮劑對人體的傷害 他拒絕隨從中共這股大流 但是從那天開始我母親就開始抵觸他們的體育吧 楊偉東說 自家親戚有個小孩 12歲開始練習游泳 成績很好 被選到安徽市合肥市 天天吃興奮劑 後來國家隊看上這孩子 準備測驗時 孩子卻被合肥隊開除了 楊偉東披露 當時國家隊還請了一幫所謂的按摩技師 只要有力氣 掃地工人 食堂大嬸都可以來做 而這些人 連正式的護理學校都沒上過 當時國家隊還請了一幫所謂的按摩技師 薛英賢全家因此受到任何醫生是一樣的 就通過他們的手就把這些藥都給發下去 到了2000年的時候 這些醫生年紀也大了 按摩技師全部就沒有經過任何考核就變成醫師了 就等於說第二次就收買了他們 這就是他們現在閉嘴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薛英賢全家因此受到任何醫生的治療 中共打壓 丈夫去世兒子一度被捕 薛英賢身患重病卻無法就醫 2017年 他攜帶68本工作日誌逃往德國 但中共仍騷擾不斷 常有中共五毛對楊偉東說 全世界都在吃興奮劑 但楊偉東說 國外和中國的運動員吃興奮劑本質不同 在楊偉東看來 中共辦奧運味道全變了 現在多國政府抵制北京冬奧 就是因為中共迫害人權 楊偉東說 抵制中共使用興奮劑 母親堅持了40多年 自己也堅持了15年 她希望國際奧委會和西方政客們能堅守良知 別再讓中共從西方社會賺了錢之後 再去殘害中國人